今天看《青春之歌》这个歌舞剧 让我感觉就是讲述了共青团 一百年来跟随党奋斗的一个历史故事 在刚刚的歌舞剧中 讲武士运动 讲青年学生运动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撼 同时呢 讲到青年突击队 关于青年的奋斗历程 展现的也淋漓之近 所以我来自成州 成州也是个红刀耀眼的革命热土 我们迫切希望把这样的好的表达形式 把这么好的舞台剧 引入到我们那里去 教育我们的新少年 创造好红色基因 讲好红色故事 当我看到那个十八度的生意的时候 我特别启动 特别自豪 我作为精准鼓励 是上帝的年轻一代 因为我小时候 我的家乡是特别的贫困 然后到现在是发生一个 三天四地的变化 这是来之不易的